又传出飞官有桃色纠纷 还说有拍这个心癌光碟 简简还跑到营区里面来找 不过讲到飞官的下场 来看到的是阿帕西当时的老乃城 他事情发生之后 也退休了 也离婚了 不知道这个高附射的老乃城 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大概来讲一下 国军最近又发生一连串 就我们刚文耀宁提到 老乃城的老单位 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同一个单位 对 同一个单位 算同一个单位 又连续发生了好几件的这个案子 那我们就来一一的细数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那当然其实从去年 去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陆军航空的指挥部的空运营 的CH4拐这个直升机 就是我们运输直升机这个部队 就发生一件所谓的 违反通知规定的案子 违反通知 所谓的违反通知规定就是说 我们官兵违法带手机进入营区 然后当然进入营区 也就算了 但是这位皇姓飞官 上位飞官 他在开直升机的时候 还顺便自拍 对 然后自拍之后 还把这个照片留到外面去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你在开直升机的时候 竟然可以还可以玩自拍 那当然军方就要测查啦 好 那因为他是找人检举爆料 那甚至他不是说只有在飞机上自拍 而且他在办公室还拍这个所谓的机密公文 虽然没有外流 但是问题是你拍那么多机密公文干嘛 那自然引人遐想嘛 那好啦 那个军方调查之后 想不到调查结果还没出来 这位皇姓上位飞官 马上又一堆检举函过来了 这次检举更严重 检举什么呢 也就是说他一人劈四腿 而且劈的这个对象 包含了陆海空军 还有包括营内的女士兵 这么厉害 对 一下劈 连劈四女 那严重的是什么 虽然这位皇姓上位飞官 他未婚 我们有时候常常讲 男未婚女未嫁 那你要怎么交男女朋友 那是你家的事 可是问题是 你劈腿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同营区的女军事官 再加上你前一段感情没有处理好 那你又继续另外一段感情 而且他四段感情里面 还在第二段 连让第二段的女孩子 连续怀孕两次 那第一次 那女方还想说 这个回心转意 还拜托她说 你可不可以这个 我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顺利的结为连理 但是男方想说 你有孩子那就算了 我就不理你了 而且你只要提到结婚 我也不理你 反正就是要玩嘛 不想结啦 对就是要玩嘛 所以好啦 结果第一次夺胎之后 第二次竟然又怀孕了 对 那好啦 这次男的更加强硬 连产检也都不陪你去了 好啦 继续跟第三位 第四位 玩所谓的这个劈腿游戏 那当然女方就受不了啦 所以后面很多很多的检举 就把他检举了 检举出来了 那当然 现在这位黄信三位 也不用飞了 大家以后他 虽然他的 他这个行为 不至于触犯什么重罪 但至少他为他付出代价 也就是说你以后不能飞行 你只能够 要嘛你就继续当你的这个军官 但你就是做地勤工作 想不到这个案子还没结束 第三件又出来 第三件又出来 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单位 但是这一次是个中卫学官 所谓学官去 他还正在学飞行的 一个飞行军官 还没有能够正式飞上天的 这位军官 他一样跟他女朋友 激情之余 还拍这个所谓的性爱光碟 当然 那女朋友一直觉得 他把这个影片流出去 所以去地检署提告 但是这位中卫 黄姓中卫 他觉得 他一直否认他有流出去 所以检警为了厘清这个事实 好了 我直接到你营区里面搜索 那当然搜索结果怎么样 检方也不讲 那我们至少 回去看看他的后续 但是这位中卫学官 也马上 别飞了 以后你就是做地勤了 你连飞的机会都没有 飞官把妹好像很容易 对 文雄你点出了一个重点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 飞官把妹好像很容易 有钱长的帅 其实外界都误以为 大家都想所有全世界 所有的飞官 都像一个人叫做汤姆克伦斯 应该要 大家都以为他 对大家都以为全世界的飞官 都是Top Gun里面的小姑娘 所以不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很帅 但是我必须要打破这个迷思 真的 至少我已看过中华民国的飞官里面 我看过数百名 当然帅的有像文雄你那么帅的 不敢 那也有一个普通帅的 像国安那么帅的 很帅的 但也有很丑的 就像我一样 你很帅的 对 所以说其实 所有的飞官长得就跟你我一样 可是穿起飞行服 把这个战术头盔一戴上去 然后坐上机舱 每个人就变成汤姆克伦斯 好像是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会有这种既定的印象 好 那现在我们国军大量禁用女的军事官 几乎每一个单位里面都占了两层三层 你看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 你真的是看不到一个女生 很难找得到 女生只有到福利社 对不对 剪头发阿姨 福利社阿姨 对 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随处都是女军官 女士官 女士兵 那当然在这个一个那么封闭的单位里面 有时候你想想看 飞官他第一个 他这个技术专业 飞在天上很帅 训练有数 第三个 对 这需要专金 然后这个薪水很高 有钱 在军中一个飞官你看 一个我们以这个上位这个阶级来讲好了 他大概都有14万到18万的一个阶级 这么有钱 对 所以如果说我是一个这个单位的女兵 女军官或是女士官 有时候我每天接触的都是讲难听的 就是这些臭男生 对 那当然我们的圈子那么小 我如果能够在这些男性里面 选一个合适的对象 那我要选谁 我当然是选飞官 对 我当然是选飞官 就帅嘛 对不对 就印象中帅 所以他们变成说飞官教你有特别容易 但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把持不住的话 那你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所以说连续两个飞官搞出了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不能说他是独特的 其实这种状况非常非常多见 常常发生 对 那当然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老乃城 老乃城就是我看过飞官里面 真的帅的 他真的帅 身高又高又挺拔 专业知识又够 那其实你看老乃城我觉得 他是国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讲 当初你看他带着这个 他老婆邱雅进 然后还有李倩荣 他们这一批贵妇团到六东腰里参观阿帕奇 我们讲说违纪事件不至于违法 可是也断送了他自己的军力前途 那我们要知道老乃城 其实他的飞行技术是非常好的 他一直在国军里面 甚至在美军 所谓的美军 为什么他美军 他去美国受训的时候 他在飞阿帕奇 美国人就觉得说 你这个就是个飞行天才 就是我们就讲说 Tabgong里面那个小姑娘的角色 你就是个飞行天才 也许你的个性比较节奥不拘 但是你的技术实在是好到不得了 所以说其实他回到国内 大家一直也觉得说 你是个未来的将才 因为第一个 这个东西太新了 那你又是总指教官 所以说他变成 他自己也比较自私甚高 可是问题就是 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真的是重重的跌落 那怎么跌落 因为后面军方觉得 一直要把他太除掉 但是与法不合 因为他具有到国外受训的资历 所以必须他还要再研议两年 专业军官必须要研议两年 所以必须要待在军中 那可是老奶显的相反就是 我要能够做一些事情 你要我留下来 那就必须要让我能飞 对不对 否则你要我留下来干嘛 然后他后面被调职到一个叫做 后勤补给官的这个职位 后勤补给不飞吗 你想想看后勤补给 就是在地面上算备料 这个卸飞官 需要什么料 他不喜欢 去找这个后勤官 后勤官 对我这个东西没有了 对 送过来 对你想想看那个失落感多大 那所以说军方就打死不让他飞 因为觉得他你这样子已经影响形象了 那他当然就一肚子气 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军中 但是他离开军中他有一阵子就很失落 半退伍了 对半退伍 那好 那他失落至于 就是人生茫茫不知道要干嘛 所以他去当了导游 因为他外语能力非常好 所以他去带导游 而且是这种高 对带这些高集团去做那种游轮式 地中海游轮这种导游 那结果这时候又面临到 邱雅进 什么 突然间跟他离婚 他老婆 对 结果嫁给了另外一个小学同学 牙医同学 对 牙医的富二代 好了 结果他整个人生就跌到谷底 可是幸好 我觉得他至少对飞行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憧憬 所以老奶城对飞行的热情 一直都没有忘 所以后面这个临天航空 临天航空就我们国内一家 民间的航空公司 他们专门做离岛这个救护 救护直升机的这个事业 那他们看到这个老奶城 不错 你现在这飞行技术也好 那他也有几个学长 在这个临天航空任职 就想说好吧 那既然这样那你就过来飞吧 对 那第一个你可以实现你的飞行梦 第二个又是既视救人 飞机救护车 对 对 既视救人 而且他飞的这一型飞机 意大利制的AW169 它是有这个所谓的飞机界的 勞斯莱茨之称 不是说他特别尊贵 而是他的性能非常非常好 你看有没有像以前我们古早时代 有一部电视影集叫飞狼 对 飞狼 飞狼就是依照这个形体出来的 所以说其实后面他觉得说 这个飞机也先进 那我也可以去重拾我的飞行梦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加入这个临天航空 那不过我们就是这样讲 其实飞官 台湾的飞官 像老乃城之类的 他们退伍之后 当然有些人还保有热情的 他们常常就会转到我们的空勤总队 空勤总队我们就讲 到海上救人 到高山去救人继续飞 那也有绝大多数的 是转入所谓的民航界 那民航界是飞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一般客机 开客机 那你就会想很奇怪 开直升机的 怎么可以去开客机的 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去考入 航空公司的机师 之后他们要去航空公司受训 然后受训等于是一切重来 但至少说他们已经有基本知识 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定义机 这种民航客机 他们一切受训重来 从副机师 机师开始做起 那所以大部分的都会走这种行列 跟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都差不多一样 那只是说 现在军方留不住人才 因为你看他在部队里面 24小时都在战备 然后也平常也没办法 多少时间回家 好 那一个月薪水 大概18万左右 那跟外面比起来 动辄三四十万 甚至你到对岸航空公司 到七八十万 那种吸引力来相较 那当然大家纷纷选择退伍 所以留住飞官是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现在的年轻飞官又太有想法 当以前的飞官是 非常非常对这个所谓的部队 对自己的任务非常非常效忠 但是现在的飞官 反而是把它当成一个 只是我一个工作上的 一个事业而已 所以说其实对很多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军纪事件 包括这种所谓的营区规定 男女规定 就没有那么保守 所以变成说 现在军中男女问题 层出不穷 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